喊完还喊呢比赛都开了 先看BP了 等我看等我看 包括斧王也是一样的 因为他的一声跳火就是比马尔茨的什么跳毛啊这种成功率要高很多 那我觉得麦克马是不是可以考虑转变一下思路 我三号位上面可能拿小节奏型英雄已经没有办法跟你亢奋 我就直接点一个类似像潮汐这种团战型英雄 我觉得潮汐这种 你们喊你们喊 潮汐你们喊 喊红 画面就有了 是的 我不喊了我先看BP 我潮汐有这个海外壳皮的情况下 你是很难在第一时间对我进行击杀的 对 我稳定能把大踩出来 潮汐冰魂 小厂这里是扮了一个丝毫位的节奏点土毛 然后又扮了两手刷的刷的快 龙骑白虎经典组合 这一套 这一套的话怎么说呢 国外啊也玩的很很多 龙骑白虎 我最近国外的预选赛没少看 他们也是龙骑白虎 他国外松鼠玩的多 国内好像没人玩松鼠 大哥先知吗 还是酱油先知啊 不太确定啊 不太确定 妈哥妈的阵容有点怎么说呢 是需要需要需要定点的死问这样的英雄啊 但他们好像也不打死问 他妈很喜欢冰魂 但是我觉得他冰魂这个英雄很一般 他喜欢选冰魂去打龙骑 他现在这个阵容是没有肉的 马尔斯被他自己办了 我倒是觉得他自己需要一个马尔斯 没有马尔斯他们玩什么呀 这阵容 总不能补个人马吧 感觉很一般 他需要什么虚空 齐哥 什么 死问 没有定点的 冰魂大的不好放 这边人员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我鼠标的这个 左边第一个大斯特 第二个是绵绵 第三个是TJY 右边第一个是满意 中间的是教练 再右边的是凯文 他们基地 他们基地和我们住的环境是一样的 我们在一个小区 楼层都是一样的 开了开了开了 进了进了 进了进了进了 我看游戏里面BP 看游戏里面BP 看游戏里面BP 我给他大胆预测一下 比赛学技术 我现在特别爱学啊 希望比赛能学到点东西 啊进了进了 我可以给你们大胆预测一下 小巷拿了龙旗加白虎 那这么来看的话 我们跟主舞台延迟也不是特别久啊 不多可能就两三分钟吧 两三分钟 我刚看一下 他们BP刚好选 小巷选到了先知 然后马格马斯选了帕克 其他的就没了 龙旗破墓啊 三四号位挺强的 龙旗现在很火呀 很火 龙旗贼机把烦 真的那个是龙白虎贼机把烦 我生意大小怎么样 大了我可以调 小龙也可以调 你别调 我们可以调啊 哦好 我们自己调呀 都自己调就可以了 我不动 你来动 感觉马格马这两手其实 后面很难配 两个法师 很难配 我推荐混沌骑士 其他的我感觉一般 混沌骑士打龙旗吗 还是打三 混沌骑士打一打三都行 这个英雄配兵魂还可以的 混沌骑士死问这样的 最好是配一个定点的啊 冰魂这个英雄 把大容易甩空 感谢蓝蓝同学提不起 敬送的一个飞机老板大骑 这个好像也是个二 我对这个名字 打龙旗这个英雄 反正不能拿正常的谁 要么杀他 你跟他骗补刀是很烦的 很多谁什么幽鬼虚空 我感觉线上都被他打爆好了 真的打爆打爆 幽鬼虚空这样的核碰到龙旗 直接要被打爆 你选个什么CK 说不定还能打打 CK是可以打的 就是可以杀他配兵魂 他到6兵魂也到6也容易杀 CK兵魂 而且你兵魂需要人给他定点的 其实兵魂打龙旗确实还可以好吗 我觉得打龙旗 你不是近战能杀他的 很多近战你都补不了刀 真的补不了刀 远程还能补一补 骷髅王也可以 骷髅王也可以 骷髅王还行 也起码有个动他手的能力 你要不就杀他 你要不就是远程 近战想补刀太难了 还有一点 骷髅王他就是可以打野 效率快 就是线上被压一点点也没关系 像虚空幽鬼被压了就不行 补又补不动是吧 对补又补不动 你骷髅王打野还快 线上被压一点 你补得到的话 他只能说那个龙旗菜啊 哦 先知 这个先知 一号 大阁先知 一二都有可能 他应该是个大阁先知 一二都可以 中单没必打了呀 看过很多次还可以 我说实话 他这个先知 他的马上有点差 有点差 封哥说啥 我说听说小向 闭关修炼现在很厉害 呃 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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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一 闭关修炼 二 换了一个辅助之后 他们队伍实力变强了 怎么换了个包子 包子是一个老牌选手 他会指挥知道吧 理论上小向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呀 是吧 包子 指挥他们前面状态不好呀 反正我们教练说 包子是他们想要的一个辅助 我听你这样指挥啊 跟他们 这是绵绵的 四号位 这阵容很一般 我说实话 很一般 他肯定有一套体系我是知道的 但我不能说 他估计是想着 搭船长 不是飞机 不是飞机 他配 他配三号位的 但是这种很一般好吗 这个这种打灯源这种 很怕的 我觉得妈妈妈很怕小向这样打 小向打快攻的 龙骑加先知 那就是配钢盃啊 小向应该是扮钢盃 他这个推进 你如果拿个钢盃的话 随便走住啊 配个三个 如果有钢盃最好 这阵容 如果有钢盃最好 如果没钢盃的话 后面很难配 你现在就要拿钢盃 不然的话下一手就没了 就这一手呀 拿个钢盃挺好的 大哥就拿一个 骷髅王或CK这种 他是配三号位得到精灵体系 配三号位 哎 我知道 我说大哥嘛 不是钢盃 他三号位拿个钢盃啊 钢盃踢挺一般的好了 防推进啊 大鱼 来了 大鱼就是线上进攻墙 是大鱼吗 刘哥 是的呀 那是先知 感觉是一啊 感觉先知是一啊 对先知去打一 但效果好不好 那大鱼打先知也 线上一般呀 大鱼这个 从线上打 打近战核心好呀 他特别怕远程 大鱼碰到远程 他线上会崩 我觉得很一般好吧 你打先知你会不到 看看效果怎么样 但是他们的练过的 或者啊 我觉得要不就让这个龙齐 去打 打那个 让大鱼去打龙齐啊 应该会好一点 对先去打龙齐啊 打先知 半路换不过先知呀 讲到你 那没办法呀 其实我感觉一般 说实话 这阵容 反正大鱼这英雄 最好是你 确定对面的 就跟你对先是精湛 不是 他 他这个阵容 先手都很吃力 我可以说实话 全靠帕克呀 把这个阵容 非常靠帕克 帕克没声音 这把 铁崩 很靠帕克 打团 我感觉也 也不好打 然后 先手也 这个大哥 抓人也不是很强 大哥要不选个死问吧 这苦龙王 苦龙王死问 感觉 要不就选个远程C 打龙齐 别的近战C 打不了龙齐 死问不好呀 他配兵魂 应该是近战啊 感觉应该是近战C 死问不太好 容错绿也会到点的 那就苦龙王呀 你要容错绿的话 那就苦龙王呀 苦龙王其实都一般好 有点笨重 打龙齐远程也可以 远程你 角色里远程 你配兵魂线上 不打好吧 最好是一近一远 也是 一近一远啊 那我感觉 齐哥可能还好一点 齐哥也行 反正就是 有 有空的嘛 是吧 配合兵魂 有个小空 骷髅王也行 我开始感觉 齐哥就是你前期 暂地会强一点 骷髅王就拼刷一点 他等20分钟才能站出来 骷髅王 你出B战的话 你就站得快一点 就是你出点金的话 就可能稍微晚点 有三套打法 骷髅王 还一般是B战会要嘛 直接会要 他不就是直接会要 好稳啊 没 他这个是蛮稳的 好稳的 这种感觉 打到后面打不过呀 感觉要赢 要赢 你技术领先呀 你技术不领先 战兴之 大哥 美杜萨 小向前中后都猛 对 他前中后 他前中后都猛 龙琴这条线就很难裂 然后美杜萨加大牛也很难裂 先知打帕克 好吧 全看帕克 全看帕克 我感觉这个阵容一选出来 八二了 挺难打的 我说实话 抛开队伍的实力不谈 阵容就 就感觉有点难打 这时候美杜萨真的 他们自己都点得很 很稳心 只要线上不炸 出现那种线上炸 美杜萨这个版本 其实蛮厉害 我觉得这版本两个远程C 我都蛮厉害的 一个Luna 我也觉得蛮厉害的 美杜萨还可以 三个吧 TA算个远程 Luna TA 美杜萨 三个远程C 都蛮厉害的 TA 1号位玩的好的只有M1 其他人都是玩中单的 以后说不定就会有人 对 中单也算C吧 TA 中单也算C 比赛有打过吗 先辈 1号位走边路的 最近没有打过 我印象中他就路人打 比赛好像没见过 比赛会见到的 最近没比赛 有比赛他会打的 他既然练了 他就肯定会用的 单排在狂练 我就说 想看他比赛怎么打的 路人毕竟还是 是吧 有瑕疵的吗 不 他的TA 就算打比赛也会很厉害 我看过他那个打法 肯定会很厉害 这么认为啊 打比赛更厉害 刁哥 我只会觉得 肯定会厉害的 他线上厉害 打比赛 队友更屌呀 一级直接开悟 骂个妈 大鱼啊 大鱼能不能肥也挺关键的 是吧 大鱼线上挺难打 一级开悟 下路那个线很重要 好吧 大鱼打美兜莎 他有一个说法就是线 线好的话 美兜莎很难受 一级开悟做视野 找机会拿医血 我觉得这才是打TI 该有的态度好吧 打TI也不差 出门那个开悟就行 对面也很谨慎呀 对面 小巷也很紧好吧 吴恩 抱在一起了 四人抱一起了 四人抱一起了 哎 他这速度高波 上来就死 先知探路 他边都是 占领至高点啊 还差了假影 谁上高波谁死呀 打这种比赛 回来看下路这个谷 谁死了 回来看下路这个谷 你说你们 打TI玉璇也是打TI 如果 他往这边朝金路 他就死了 他好稳 他走这边 他好稳 真的 他这就是一点机会都不给 他走这边 被一眼看到了 直接一血了 所以他打TI 如果打TI走这种位置 犯失误要被喷的 要被喷的 这个位置 肯定要被喷好吧 打TI 打TI走这种位置 就是白给 没看到人是不能走这种位置 这种位置 走这边都是报交信心里 对啊 TI了呀 不能不能再他妈的大一了呀 再大一了就没了呀 刚说平时平时大一就算了 刚说打TI 还说TI问号 TI预选也是TI呀 这就是TI的 对啊是TI 其实帕克有点打不过先知好吧 帕克真的没法打先知 你看看中路这个线你就知道 补不过 是补不过 攻击力加4个小数人 他 他还有一手先知打帕克 应该是练过的好吧 先知打帕克 练过的 他之前练的打的 先知打帕克 下路正常也打不过 大鱼 大鱼 大鱼肯定打不过 大鱼怕远程 大鱼很怕远程 他只能打到大牛 打不到梅兔杀 那你别说 梅兔杀 上路有机会 上路看有没有机会杀龙骑 前面还是不厉害的好吧 没龙血能压他 有龙血就压不住 龙骑就是三级开始厉害 他三级 他有三级 他跟伐木级有点像 等级越高 他就越反 这个 他们这么反补都这么狠吗 梅兔杀反补了五个 先知反补了四个 鬼鬼 基本功呀 这种就是基本功的表现 有句说一句 这梅兔杀反补有点厉害好吧 现在都是这个出租 两个袜子 两个孙子 一个补刀腹 补刀腹呀 原来补刀腹呀 加6点攻 攻击这个叫极致的攻击 风高抢刀 风高好抢刀 不好补刀主要是远程 你不过近战 你不对攻击 对你 不过你还是要勾线补 有些 有些兵不能让他回刀 攻击高了就好抢刀 我操这一刀 补得有点精细啊 拒绝 中路杀个鸡 帕克 杀了一只鸡 中路先知的补刀也不是很多 帕克比我想象的 帕克有五个 所以是好 对 正补才七个 先知的正补 帕克毕竟有技能呀 帕克是不是有数人啊 这补刀 有等级高了就好打了 等下等级高 自有数人啊 感觉有数人好吧 他被限制反布了很多 哎 上路 神龙白眉接近 看下 有危险 有危险啊 再跳过来卡位 是了 点个数 还有跳 中能一血 下路看一下下路 梅杜莎冲塔 漂亮 下路也拿到了梅杜莎的人头 所以下路 把梅杜莎杀了 大于五百块 先买了一双鞋子 鞋子的话 就是打进攻啊 有鞋子 这个先知 还有数人A服 打远程呀 打远程呀 说别的呀 套路好深啊 帕克赏金给的 这个就跟小蜘蛛一样呀 以前中路蜘蛛 不是抢别人服吗 哎 我觉得 他们上路 下路 那个精灵要反他那个大爷的 要把那个大爷拉大爷 把兵线拉过来的 就是 大鱼和精灵 一定要把这个 美德莎的兵线拉回来 然后美德莎就很难受了 他这个支援也要反的 他这波线可以控回来呀 这波线可以控回来 这波线也压不住 龙奇这个等级就已经压不住了 这个等级的龙奇 龙奇不解肥呀 只能管自己肥了 骷髅王 他是管不了龙奇的 龙奇每波远程兵都可以反补的 打 打美都杀阵容啊 我看下路 下路我打鱼盾 哎 哇 这个攻速 这个攻速 跑不掉了 跑不掉了 跑 一脚踩 但是 自己也大鱼也残了 有大药吗 没有大药 现在再买一个大药 但是有点晚 这段时间大鱼不甘补刀了 下路打了算可以啊 杀了一次美都杀 杀了一次大牛 不过打 没意思呀下路 打美都杀阵容好吧 我看国外 他们都是出门封远古的 就是国外打TI 玉璇他们出门封远古 嗯 对对对 这个FY又要双拿了 看一下FY 出门就要把你远古封了 跳过来 不过小巷的 远程四号位都会囤野的 不过小巷的 准备工作做的 比马克妈要充分一点 马克妈如果出门 冲过来 可能会送医学 小巷是五个人在这里等的 没有 等一分钟再砲 那个 或者两分钟 那个AA去 嗯 那就只能自己 从线上跑过去了 出门去的话 可能会被那个 你除非就是 对啊 就是 他砲不过 你线上打不过的情况下 你过去 你会 很浪费时间的 先知反补 反补了帕克 快压一级了 不过他抓上个有数人的反补 但是他也是 压了很多呀 你看呀 压了大半级呀 还是三路优啊 这边 下路现在不能动手了 现在下路动手的话 有先知这样的 先知现在大很厉害 先知给大 转上路 转上路 接见 谢谢 谢谢 哎哭 没了没了 没了 节奏 还能做 是中单先知啊 资源快 四兄弟打进攻 退塔正好有车 四兄弟打进攻 先知到六中单 一定要报好吧 一定要报 要让边路小心 小向现在目前 倒六一二宝 中路烈死路都是优势 然后优势路 美杜莎的经济的 也跟待遇持平 电商优势很大 中单星星之介 有点像那个 宙石倒六一样 他有个远程的资源 还能飞过去 我们过来好吧 感觉 节奏有点快 小向节奏 他这个阵容和他们的那个风格 就很扎实 他这个阵容又选出来 再加上他们平常也比小向 比那个妈个妈厉害 妈个妈打他们是不是没赢过 之前比赛 比赛训练好像都没赢过 他们风格就内心估计 有点荒唐 妈个妈训练打别的队 能赢 打小向有点赢不了 有点虚 打只阴影 有点虚 怕个低批 这个位置不过来了 并领导 踢过来也没啥用 好吧 他想收塔踢过来 能看不 他连着去中了呀 他这样的话挺伤自己节奏 能反驳 干也干不到人 好 反驳了吧 他很伤 但是没办法 他不提的话 应该是从塔杀人破坏 对啊 你取下的塔就没了呀 但是刚才一张TP就让他们没有动窟窿往手 我感觉他们小向打得有点稳了 不像他们 很冷静啊 他就是很冷静啊 他们不像 不知道这一波帕克能来上 所以故意就是 把你TP打过来了 好稳 而且他那个位置太深了 哎 上路反驳 夹眼 眼都被反驳了 现在妈个妈应该是在等小精灵到6 他们小精灵到6的话 必须别把大鱼带进来 他的输出才够 接了根键 来上路 兵魂 他没有死一个 这个小向稳得有点可怕 他就是 TI了呀 肯定怎么稳怎么来 多考虑 你这摔的框已经囤了很多了 远古四波 大野三波 又在上浪 大野了 这美多莎 太落 下落 什么什么 这都是美多莎的钱啊 而且他们进攻不了 这个野区好吧 妈跟妈等一下 有大牛 你上高坡一个踩 先知一个大就 可能会灭 加上美多莎一发蛇 骚扰不了 这个美多莎 挖不了呀 他们也挖不了框呀 这个阵容 妈跟妈这阵容 挖不了 而且挖不了 下落 小精灵 死不了 杀不了 判断 没肯啊 精灵再说 骚扰王这边是相位必长 想打架 我知道这一把是快捷斗局 他们是要干好吧 必须得干 妈跟妈这阵容不干 赢不了 小精灵倒入就要前面点金 这吸血美多莎好爽啊 正好他有时候缺点血 他没买风脸 他是要这个吸血 刚好没风脸 这个吸血是美多莎很爽的 我玩美多莎拿的这个好爽 一般美多莎不出风脸呀 现在就是魔龙枪单刀 分身这种 他们这把主要节奏还是龙骑和先知身上 美多莎只要帮他们兜底就行了 美多莎是他们就是干个的就是你去干有龙骑的资本 你你这种美多莎你就会玩的很爽 你的队友 你的队友一直在干干干 你就刷就刷就行 对对面没空来骚扰你就是下路想手啊 大龙骑来了 一下马迪的大龙骑 晕了一下接剑 再接个CG 哎呦没动过 完了精灵也得死 他晕完美接呀 减减机会都没有啊 光阶剑剑 人生妈跟妈一点机会都没有 没有 站位有点崩放了 小巷不会守了 两兄弟站位也太崩放了好吧 这站到别人塔后去了 我觉得对面不会守 凭啥呀 冰魂赶紧吃本书配合帕克 开悟找 找那个大鱼和精灵打 精灵没6级 精灵去混呀 精灵去混 冰魂吃输到6 下路想打吗 他们组合起来帕克隐身踢下 这马上溜 精灵把输死啊 不吵 取消了 感觉 这给并稳啊 感觉不输2个并稳啊 8级 感觉上一次看小巷打比赛 他们没有这么稳啊 呵呵呵呵 小巷他们一直前期都挺 诶中路 诶中路精灵飞 诶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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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经营 哎呦 我被奶 Smok 一点多 唉呦被踩在大哟了 问题不到 先去线 他觉得打了 有线收线 一般是9级 有甲腿弹刀细血 打软骨会效率比较高 先收线 推完再打 推完他 直接回去打 说实话 有时候我们OB开黑的时候 我也是想先收线在打野的 但是风哥会跟我说 你打野吧 线就留给我了 我说野给我 你去线吧 会给我安排好 让我选一个 我也想先安排 要线是要野 雕哥你可以选择 我全都要呀 我全都要分割 我们能不能开屋去干一波 雕哥 下次啊 嗯 那分割 我全都要分割 就说那我不玩了呀 那你来你来你玩 我们选择干一波 最近苦练中单啊 准备用中单把粉打上来 我看你最近露娜什么玩得挺好的呀 风哥 露娜已经可以 最近露王 天使是准备用中单把你刚备用中单把他带进去 天使是准备用中单把你当上去 天使是准备用中的 天使是准备用中到 他线上也打得好 优势路线上也抵制打得好 不然没这么快 这边又抓了一次先知 仰方单元谷 不管这边还是要封一下 职员以后要直接出BKB了 不然打团一下就死了 下落 神龙白尾 对 想接见 踩脚 奶包 火爆 奶很奶 定制音高 打掉龙骑 梅兜莎现在输出并不高 对 我发现职员蛇蛮喜欢自然的 这种梅兜莎 还是刷钱好 没办法用 节奏感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走 走了几次了 先知是挺怕精灵的 他直接飞你脸上 你让帕克找他 精灵飞他脸上就没了 麻个妈的状态不算太差 看一下帕克 F多惨 看 这样看来麻个妈打的目前为止也没有什么食物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没问题啊 麻个妈现在没什么问题 有一波食物下路精灵会大于月塔 我觉得这个算是食物 那波有点大 马在 塔有七八百血的情况下 龙骑跳动 但是 后期剑 哎呦 这一剑没增上啊 剑中了就人没了 他想把人赶走 让美兜莎拿躺 美兜莎有点肥啊 14分钟分身 现在这段时间 现在这段时间是妈个妈的强势期 但是妈个妈现在不能太急好吧 打的 打的不能太急 得慢慢 慢慢来 他不能灭 他不能灭 得打出击成功率 灭了的话这一把就基本没了 绒托率很低啊 这把妈个妈就是 美兜莎拉包远古没拉出来 这个真眼说实话封锁他经济的啊 这个真眼 但是好像就直接就逮到了 说没拉出来没拉出来 被封了 就封了一波 布罗王是毕章暗面 现在很流行毕章暗面吗 高分局 他是节奏太快了 毕章暗面感觉就是30分钟之前 他应该是配偶大鱼的吧 是应该这么一个说法 他到后面就不厉害了 他无解肥 他对他后期打不够 30分钟以上 他无解肥他会出灰药 他无解肥 他可能这把需要他干吧 这把他一是不肥 二是需要他来打架 所以他出这个 无解肥出灰药加天堂也是可以的 诶 又是没逼吗 逮到你了没逼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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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鱼呢 一个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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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感觉美洛莎这把出个魔龙枪 后面转个最终场击不错 可以大鱼进不了身 骷髅王也进不了身 可以躲帕克的大 大推推 这把天堂多出两个 真的是天堂好 打美洛莎和先知 马个妈要出天堂 大鱼和骷髅王都要出 马个妈可以 那美洛莎反正要出 那就要出金箍棒BKB 打到后面 看到你天堂了就要出这两个 先买个球 先买个球 好像是失误了 我看了一下 还是大局 往上跑了 他游的太快了吧 应该在河道 没扯住 这不能 挺尴尬的好吧 失误了就是失误 有没有可能是OB的网失误了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为什么我在想 为什么 AB要出电锤啊 有没有都杀了 带线吗 他估计想刷牙了就是 往后去刷牙 他死了 死了三次了 还不做BKB吗 他被PAK大就死了呀 其实他出BKB 我感觉带线还是要死啊 那个精灵 人家精灵跟大鱼 飞 他BKB 这把打大后吗 那把团战会厉害点 有得打我感觉 就怕中期被一波扑死 打超大后有得打 我觉得 超大后装备都有的话 是有得打的 就怕美兔莎 坚持出电锤 美兔莎 这把大鱼肥 是个好消息 大鱼肥 来于出点金 你往后打 等于说就是三盒呀 这里往后拖就是三盒 马哥猫 现阶段 中期不好打 中期美兔莎出三 那波特别 不好冲主要是 不好冲对面 抓人是可以抓的 这美兔莎好爽 还放个分 诶在等他输出够吗 这美兔莎不出A战的吗 有机会吗 你这个分次用过了 陈莫 有点机会好像 死了死了死了 我感觉小向好像有点练势了 打起来 他们他们说了这把 这把中路的节奏 他先知没打出效果是吧 没有打出效果来好吧 我就觉得 就前面那一波推了卡 这把肉三大牛的魂有点 就没有节奏了 小向 没准备没准备打不了 这个风肯定 肯定 拿掉了 最北北强啊 最北北强 多一下踩 小向的节奏真的是有问题好 我感觉他们 节奏没那么好 这一箭把肉三射死了 哎呀 这箭把肉三射了 钱和经验没拿到有点亏 我少了好多东西啊 少了好 六百多 证明他们收了六百多块钱 好亏 这个钱 一百三十五的 正负一千多呀 正负一千多很多很多 经验还有经验 对 他本来落后两千 结果一箭射了落后三千 如果不被射就是落后一千 没人挡不敢挡 你看 先知出电锤或多或少要压制美兜莎经济 三脚区就被先知刷了 然后美兜莎在这里挂体 他这个出装是有点 电锤确实 天徽太刺激 你肯定要打正面的呀 美兜莎有美兜莎了 你打打钱干嘛 我是玩美兜莎的很烦的 三脚区被他妈的二号位刷了 我在这里挂机 在中路挂机 二号位最好 不带节奏 看出去对面的 只怕美兜莎成型内波 美兜莎最好就是打单喝嘛 最好就是打单喝 美兜莎成型内波 对啊你就干 你就多干 少刷 而且美兜莎其实也是有强势期的 他必须要那个装备领先 他才厉害 你如果装备不领先 是把对面多喝 你不一定打得过 这版本美兜莎成型 强势期在三十分钟 真打到六十分钟就没那么厉害了 这英雄 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有肉有输出 打到六十分钟会感觉输出有点不够了 他会被溜 六十分钟他会被溜 三十分钟都没杀 你要杀他 我可以下落二塔 推完开锅 可以继续压制 那这个下半区 假象就不好发育了 哎 这边要手 皮鞋踢了下来 看到了 看下怎么运营了 他们不想 不想丢野区啊 他这个塔一掉 这野区就失手了 现阶段美兜莎有点难死 这波美兜莎 冰野 他有点难死 冰野 厉害 好吧 冰野第一波很强的 他无了啊 冰野 一波 他无了呀 冰野 冰野 三条命 现阶段的美兜莎他打团 他应该是死不了的 只要打团他就死不了 还是得先其他队友呀 不能先动他 动他就他只是没输出 但 你不能顶着他打 他只要开道你必须跑 好吧 没啥开道必须跑 他只是没输出 但他要死 我觉得马克马趁先知 还没有BKB之前啊 最好是还是要打一下 抓先知是最好 对 先先把先知杀了 先抓Pak Pak不好抓吧 诶 诶 看到了 Pak没那么好抓 而且Pak在做盘子 在做盘子 带呀 这把带球呀 这把是要带呀 这把就是要带 挑花人 往后去拖 这把现在是看不懂美杜杀的 他现在肉无敌 现在马克马节奏缓了下来 主要还是在等大鱼的一个BKB 但是对面先知也是在刷B 主要马克马是不好推套的 不好推套的 中路这边 连连要死 我们开出了大招 吹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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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被小兵打了 是连 连走 帕克 带了三个 但是兵魂被撑了 没杜杀 打不了打不了 没杜杀无敌兄弟 走走走走 这要死三条命啊 感觉兵魂要满活 主要是兵魂死了 满了满了 满活满活 没杜杀 得打得打 打不死美杜杀 这没杜杀无敌的 要要要给大 要给大啊 冰魂 来一口 走走走走 来大鱼干嘛 要被吹风了吗 吹风了 吹剑的 哎 摸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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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过打 正面没法打 兄弟 正面真的没法打 是吧 死酱油可以卖 大哥 走了就赶紧走 还好这一波 骂个骂没打起来 打起来灭了 这把就没有了 确实美杜杀太肥了 打起来你看不懂 这个美杜杀 真的看不懂 只能带线 他冰眼这波太强 大炮 下镜子 没B快快BKB了 他有BKB 大鱼 BKB了 就很强了 还有BKB 网站打不了呀 这个正面团现在打不过 现在美杜杀的强势期 马哥马打的挺好的 说实话 很难打 这种局势真的很难打 你敢忙 你需要分面 他他10到20分钟那段时间打得挺好的 小向那段时间压制少了一点 还差300BKB先 装可能还差天堂 天堂克美杜杀先知 是要天堂的呀 马哥马大鱼BKB了直接开悟 这一波挺关键的 这一波 炸龙骑 骑出了这天堂 天堂 但冰魂大了 天堂 还有冰魂大 有冰魂大 用大数据该够 这波又是炸了一个 他应该是A仗以后补天堂吧 第二个 TZY 他想肉一点 应该是A仗以后补个天堂 不知道会不会 他现在觉得美杜杀输出还没那么高 等他有大炮了以后 他们会意识到要补天堂了 应该是这样 现在美杜杀只是肉嘛 拿中塔 美杜杀这个经济有点好 感觉他先出天堂会好一点 凤哥最近聚决者 最近聚决者开启了先人模式 他很猛天体第一 拔拔那种很屌的数据 不是都一万几了 说第一个 一万一一万一 一万一 我虽然说对面的大哥 框有点大啊 他的框确实很 说明他最近打得好 五星图吗 打前8.6 推塔8.3 参战5.5 五星图呀 五星图呀 框 空哥你是多少呀 呃 不高啊 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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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应该啊 空哥你上错号了吧 小号很高 但是大号 对啊 那就上错号了呀 你最近没打呀 最近没打 等下换个号啊 空哥 等下换个号 他说你小号的参战只有2 我是不信的 我觉得他们在造谣 那他们在造谣啊 那是宝哥的 我那时候 我觉得这个图哦 空哥 宝哥你就别说了 你金元宝啊 金元宝 昨天我才C了一下啊 2点 2点多的参战 金元宝 别的我 吵那个 五星图是别的 别的 三号位是很小的 暗虐 强袭 三间套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天徽的钱有点不够刷呀 真的不够刷 他们龙骑先知和美兔塔 都是要钱的 不够刷 所以他们美兔杀虽然很肥 他们这种就是少压制呀 但是就是偏刷 他们需要先知这个点 去带危险线打危险钱 但是他打危险钱死了两三次了 他带不了 他带危险线被Puck狂当到 这个精灵飞过来就死 精灵带大鱼飞过来就死了 他BKB也没用 所以说这一把 FY的8000 FY的8000是 哪里摸出来的呀 他这样个龙骑上 接着好呀 304 然后再加上 没事就射几个大眼 呃 会摸钱呀 FY FY 射大眼 87个刀 又射了个大眼 射对面的大眼 然后接着好 有点东西啊 我怎么感觉他先做莲花比 先做大骨灰好 他想大骨灰打精灵 他大骨灰打架呀 有小精灵 他想说有小精灵 精灵囤乃的 他有那个升级吊坠 没什么问题的 大骨灰 差不多 差不多 莲花是简单的 有特定的最荣耀先打骨灰 反正 没有特定的就小骨灰 这一波美杜莎有大炮 不能顶着美杜莎 美杜莎再感觉不好打啊 这波感觉有点 决定走向了一波啊 这波 这波同 给打赢谁感觉 突飞有地形优势啊 需要有地形优势 他被美杜莎跟他打炮 很难把他跟他冲不好打 防守力 很难打 打美杜莎就输好吧 先手才决定不能看美杜莎 真的打不赢 这个美杜莎现在不紧绕 还有输出 还是得带去 别别这么硬刚 现在要补天堂了 美杜莎有输出了 妈妈一波绝对打不过 他们要先秒掉他身边的人 最后处理那个美杜莎 而且你像这种就是你开悟的时候 对面地数上 你看不到对面的人 基本上对面是在爆弹的 30分钟都是美杜莎的强势期 你到60分钟才有的 跟他刚正面打的资本 现在要先杀龙奇 有A可以先杀龙奇了 龙奇没BKB可以秒的 龙奇很脆的 补补肉 或者说大鱼限制到先杀 对了龙奇先知和大刘 这三个 破目都没那么好杀 就是最好是用天堂 这个时候用天堂来限制美杜杀 杀其他的人 是最好的方法 龙奇 雪姬 没啥必要 说实话没啥 他想着说这个就是 但是对面有莲花 等一下 有莲花就作用不是特别大 雪姬又贵 又不掉 不如阴锤上去砍呢 白虎开大了 这个版本扔拳也是 哎 骷髅被打 中路骷髅王 没动过 这个地方打钱 说实话有点点 跳走跳走跳走 打不了打不了 没打 完了被他两个 出事了出事了 打了两个 实话 金灵被秒 就他开了大吧 要秒美杜杀吗 全实话了 了不了 天赤被大鱼 打不了呀 这个证明团 不能动美杜杀这个团 这个团动美杜杀是打不了的 我感觉他们就是打不了 他们怎么都打不了 又打美杜杀 团战打不了 这个团就怎么都打不了 确实就是团战打不了 团战怎么打 团战打不了 他团战只能先手秒 秒龙飞 所以他们现在有一把天堂呀 就是你强行先秒一个人 天堂没做杀 秒别的人 不然现在没做杀 他打你 他输出高呀 这波是骷髅被抓了 他们 他们投铁想强打 这波是骷髅 大意了 现阶段就是小象 美杜杀无敌的强势器 对他们的强势器 你跟他们硬杆团肯定打不过的 他们是骷髅 第一条命被抓了 然后他们想被迫强行开团 这波不被 不被灭的话 往后打是有的打的 针脱到超大后 其实他们往后打是能打的 他们可能觉得往后打打不过 他们要脱的 这比较急了呀 这波打完基本上没有 这一把两个失误呀 一个小失误 一个大失误 月塔其实也算一个不小的失误 然后中路那个是大失误 大鱼没带过去 其实带过去 把龙骑一杀局势 可能又不一样了 那一波确实 也挺关键的 好吧 回头来说的话 如果大鱼过去了 那一把 那一波龙骑得死 说不定还得多杀两到三个人 对啊 这种开悟了 小 小成多的 小像开悟了 其实他就是杀那个楼骑和先知 搞两把天堂 把那个美朵杀天堂了 打团 这样就好打很多的 你这美朵杀没BQB 你天堂空到五秒 对 他打不出输出 你先把他队友杀了 最后杀他 你团的思路就很清晰 就好打 有拉扯的资本 而且先知也怕天堂的 先知到还好 主要是美朵杀 天堂美朵杀就可以了 主要是美朵杀 天之一下就死了 我说实话 说其实是挺简单的 先把美朵杀的队友杀了 再去杀他 但是你真正打比赛 打团我跟你说 不太难打呀 不太可能 这只是理想的做法 就打不了 就是打不了 打开悟招御战呀 只能打开悟招御战 所以说他们接着团战 现在的团战是接不了的 你到60分钟装备都起来了 你先切他酱油 是有可能的 现阶段是不太可能的 现阶段 所有人都躲在美朵杀的背后 他有实话恢复阵型 大牛的人 大牛的人 你甚至都看不到 然后一个BKB龙骑 有BKB先知顶在脸上 要杀也是 你杀不了 所有白人杀不了 你装备好 特别好的情况下 反正他不能这样被先使 被先使更打不了 这老妈干嘛 本来就是文贴率比 打架也是 打架的方案 现在打带线呀 就打带线 不过现在经济落后的有点多 没怎么抓到过人 帮哥妈 龙骑BKB了 现在正面更难打了 就是他没有BKB之前 还能打一下 现在有点肉了 打不了了 先知也强些了 大鱼在做天堂 大鱼在做天堂 就是上波团一打完 敲不动了 下一波团就多一个大剑呀 多一个蝴蝶 打得太稳了呀 这把小箱 哎 冲到了 冲美兜莎 冲不了美兜莎 开刀了 新走新走 打不了 小金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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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鱼先被杀 大牛 切了大牛 切了大牛 骷髅王跳走 丢一下美兜莎 再切 再切先知 哎被捆了 我打 没人在旁边啊 切肉 古刀虎 装了宝石 保持也掉了 不能顶着美兜莎去杀人的呀 普刀王 中间了吗 这是 这时候 就正面完全没法打 有点难打 开始还能打一下 现在是完全打不了的 马克妈要经济里面 他要 他要在美兜莎 在发育的那段期间 呈现那段期间之前 先积累一点经济 没有经济就是感觉是不好打 就是在 我觉得他们是应该在那个龙奇和先知没有BKB之前 要抓着他们 打